Hello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嘉莉想分享我的 Fall Bath & Body Works Haul 就是我秋天去 Bath & Body Works 買的東西 然後當然現在的週還是差不多一百度 華氏一百度 我可熱死了 就是因為真的昨天好像是第一天 就秋天的第一天 所以很期待說開始變天了 然後變天的時候我就會喜歡 家裡的東西也是小小的改變一下 像一些步驟或是一些Decoration 我喜歡就是放一點秋天的東西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蠟燭 還有一些那種插頭的那種香味的那個 芳香氣插頭那種 我都喜歡把味道改一點 比較是走秋天的味道 就是可能會比較 我們英文所謂的辣 Spicy一點 就可能會用那個Cinnamons 所以我就會喜歡放一點像 比較辣一點的味道 就可能肉桂啊 就多於Spicy的味道 所以美國就非常有名的店 就是Bath & Body Works 他們家就賣很多很多蠟燭啊 芳香氣啊 還有洗澡乳啊 乳液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當然就去逛街了 所以今天就想分享 我在這家店買了什麼東西 所以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因為我是非常喜歡洗手的一個人 因為我有點小小的潔癖 尤其上班的時候我就會經常洗手 因為我覺得飛上的東西都很髒啊 或者是要碰很多人碰過的東西 或是用洗手間都蠻髒的 所以我是有個怪涕 所以在家裡我也是 所以我很喜歡洗手 然後洗手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用這些肥皂 因為很香 然後我發現他們家的 有那個肥皂裡面都會有一顆一顆 會不但幫助你洗得很乾淨 可是會讓你的手保持不會那麼的乾燥 就洗完的時候不會覺得很乾 一定要擦乳液 但我還是建議大家擦乳液 因為手會比較容易乾 但無論如何 怕不怕說 第一個買的是這個 這是Sparkling Pear Riesling Riesling就是一個我非常喜歡喝的白酒 然後他們這次秋天系的 尤其洗手的肥皂 都是走酒的味道 像紅酒、白酒、葡萄那種味道 然後這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它又有Pair 所以有那個 梨子的味道 所以是甜甜酸酸 然後就是我覺得蠻清爽的感覺 然後Riesling這個酒也是比較甜一點的 所以它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味道 味道 味道非常非常好 我沒有用過這個 原來是新的 他們家新款的 所以我很興奮試這個 第二個也是 比較葡萄酒的系列 然後就是Autumn Vines Autumn Vines就是白葡萄 還有一些Oak Barrel Musc Musk 我剛剛有查那個翻譯 Musk他們翻成發美味 但 這不是我想代表的意思 而是 那個 你知道 我們英文Musk就是有點 比較重一點 然後比較有那種 男人味的感覺 所以 我沒辦法有真正用國語去形容 因為我不會形容這個字 But It smells really good 然後 它又是白葡萄那種 它就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比較 男生會喜歡的味道 因為它沒有說很甜 然後 沒有說什麼花香味 它就是一個 我覺得很乾淨 然後 真的是有點就是像 男生骨龍所會有的那種小小味道 可是又加上白葡萄 所以還是帶一點女生會喜歡那種甜甜的感覺 甜甜酸酸的 So Yeah I really really like this 我也很期待用這個 因為這個是新的 接下來是這個 這就是 Crisp Morning Air 然後 Crisp Morning Air通常都是像說 如果你經常去露營的話 你知道露營的時候 早上起來去聞到那個味道 那個就是 草地上還有一些 那個 昨天晚上水 那個 潮濕水分的那個味道 它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天然的一個味道 然後 它就是 很乾淨的 很乾淨的味道 and it just I don't know 可能是因為 我小時候經常會去跟家人露營 因為看現在家裡好像公主一樣 什麼都很乾淨什麼 可是以前都很喜歡去露營 然後 就會有這個 就會讓我想到以前 我回憶 露營的那個味道 and it just it smells really good 我不知道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 這樣怎麼形容 他們說 很亮的樹葉 然後藍天味道 乾淨空氣 然後 新鮮水果 他們是這樣形容的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那個味道的話 那就請想像 因為我沒辦法去 我覺得味道是一個 非常非常難形容的一個東西 so it just really clean 非常乾淨 最後一個洗手的是 這個 這個就非常非常秋天囉 這就是他們的 Pumpkin Cranberry Cider Pumpkin是南瓜 Cranberry是 桂 Cranberry是蔓越莓 然後 Cider就是 我覺得我們秋天 美國秋天選喝的就是像 有點像蘋果西打 可是是熱的 然後會加很多什麼肉 肉桂啊 那個就是spicy的味道 然後這就非常非常秋天了 因為美國 只要一秋天到來的時候 像Starbucks什麼什麼 每一個咖啡廳都會有他們的南瓜 Latte It's 就是一個我覺得 每一年都要經過的一個過程 然後這個味道又是 我覺得很 讓我們想到 我們的感恩節 因為感恩節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吃南瓜派啊 然後 那個 這個蔓越莓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 嗯 很多美國人喜歡吃火雞的時候 會加的那個醬料 它甜甜酸酸的 So It's 就是真的很秋天 然後 就 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就 聞起來像是可以喝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 像蘋果西打 可是沒有氣泡的 然後又加一點那個 蔓越莓 然後又加一點肉桂在裡面 就 就人家現在是很能喝的東西 So I just 我覺得聞到這個 就讓我想起秋天 So I had to buy it Ok 接下來想分享的是我的 我買的蠟燭 然後這些蠟燭 是我累積兩次去買的那個 兩度 因為他們蠟燭真的我覺得 你說你單買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比較貴 因為一個就要22塊半 So 所以我都要等他們打折的時候 才去買 But yeah So 首先第一個 它還在包裝裡面 第一個是我超級喜歡的 是這個 然後我不瞞你說 雖然它真的很香 它非常非常香 它的味道就是很乾淨 然後 我現在怎麼形容 他們就是說 有 像水 Pristine Blue Water 很乾淨的藍水 然後 有點甜甜的橘子味 然後再加一點木頭的味道 所以是一個 我覺得很中性的味道 然後 又很乾淨 我覺得你點在房間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清爽的感覺 But 我不得不說它不但很香 我會選它就是因為它的包裝囉 它的包裝就是我們大理石的這個 那個 這個Casing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蠟燭很棒 就是說你點完的時候 你全部點完了 以及沒有蠟在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把那個 多餘的東西清乾淨 然後這就可以當作你可以裝很多東西啊 可以裝你的 化妝用的刷子啊 或是可以裝零錢 或是可以裝像一些首飾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不但它的蠟燭又很香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 可是它的包裝是我會更加想買的原因 So Yeah I love this one This one my favorite 接下來還有一個這個是這個東西 這就是蠟燭的那個Holder 然後就非常非常秋天 它就是那個樹葉 就是我們Maple leaves 非常非常的美 然後旁邊邊邊都是亮片 所以非常的可愛 然後 這個就是 像裝飾喔 你可以把蠟燭放在裡面 因為蠟燭畢竟普通的蠟燭 都是這種那個 玻璃的這個Bottle 所以就有點沒有什麼稀奇的 所以你把這個放到外面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可愛 So I loved it 然後這個又很秋天 所以 I just I had to get it But anyways 接下來的一個蠟燭是這個囉 這就是我的 蔓越莓woods的蠟燭 Cranberrywoods 它就很蔓越莓的味道 蔓越莓的味道 它就是 我們真的在美國秋天 你就會想到南瓜跟蔓越莓 因為就會讓我們想起感恩節 然後這個又帶一點 那個他說木頭 蠟燭的味道 所以就是 我覺得也是比較中性一點 可是帶就是甜甜酸酸的 所以像 如果你就在美國的話 你去很多那些 Arts and Crafts store 像Michael's之類 賣一些什麼 Arts and Crafts是什麼東西 Arts and Crafts是什麼東西 Arts and Crafts是 我覺得很想要形容很多東西 可是真的充滿好像 有些東西我真的不會 Anyway 反正就 你就會發現很多店啊 店面 尤其在秋天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味道 所以 It just 就 It smells really good 我看他們怎麼形容 他們形容的是說 就 蔓越莓 然後還有 肉桂 然後 Forest Cedar 就是樹 樹根 然後 Golden Amber 也是一種樹 所以它就是一個 我覺得 很 大自然的味道 可是 甜甜的大自然 So it's just really really good 接下來一個蠟燭是 這個囉 這就是Flanel Flanel是 他們家的一個 我覺得 好像每一個 那個 秋天都會出來的味道 它是 Crisp Autumn Air 所以 非常乾淨的 秋天天氣 空氣味道 然後 又有Mahogany 所以Wood 也是Soft Musk 所以Musk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什麼 發霉味 好像很喜歡發霉味一樣 沒有啦 可是它是一個非常像 男性 男生的骨龍水的味道 所以 It just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 非常男生會喜歡的味道 然後 會覺得好像 男朋友會到家裡 因為那個味道就是像 噴了骨龍水 It just It smells really good 我覺得 有空的話大家要去 真的 本店去聞聞聞看 因為我真的這個味道真的很難形容 不過我覺得 這種味道是我覺得 你可以 點很久 然後不會說 太過度於 Overpowering 在你的家裡面 尤其我是住那種套房 所以根本就不用說 太多味道 不然真的會太 有時候會太難受 然後這種味道 我都會覺得 就是偏重性的時候 你就可以 點比較久 因為它不會說 太甜 會讓你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 而且 它這次那個 秋天蠟燭的蓋子都很可愛 就有出這個 有點像那個 樹葉在裡面 就是在蓋子上面 所以就很可愛 好像就很秋天的感覺 OK 最後一個蠟燭 也是最後的東西 就是這個囉 這個蠟燭就是 Marshmallow Fireside Marshmallow 是 軟糖 然後 Fireside就是像我們 錄影 或是去外面的時候 那個生活 那個味道 所以它 當然就很甜 因為它就是 棉花糖 再外加 嗯 一些 就是 smoldering wood smoldering就是 好像燒過的 木頭味 像碳味一樣 感覺它形容好像 越來越可怕 我媽呀 然後又有那個 Vanilla就是 香草 所以它就是 棉花糖 然後又一些 燒焦的木頭 然後再外加棉花糖 所以 不是棉花糖 再外加那個 香草 所以就是 比較甜的味道 可是 你真的可以聞到一些 notes of smoldering wood 所以它是 甜甜的 可是 因為加上那個 就是木頭的味道 嗯 我就可以抵押那個 甜甜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 我覺得也是很 很 就不會說很重的 那種 木頭味 可是就是夠 讓你可以感覺到說 不是純粹就是好像棉花糖 那種甜甜的感覺 所以 我喜歡 然後它上面也是一個 那個葉子 所以就非常非常秋天 然後你看 你看 它的那個 照片 就很秋天 就是一杯 像樂可可 然後用那種 毛毯 就很可愛啊 不過 Anyway 這就是佳寧的秋天 Bath & Body Works Hall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我真的建議大家 有空的話 或是有機會的話 去本店去我們看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出了很多很多新的味道 因為真的秋天的到來 所以 當然就很多是南瓜柱這種 Focus based 所以 yeah but 我真的很喜歡他們家的店 因為他們家的蠟燭 真的可以點非常之久 然後 我覺得非常的能 就是把房間啊 或是家裡弄得非常非常香 然後 然後 就是感覺就是 好像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but yeah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有空的話 去他們家試試看 或是買他們家的產品 因為他們家的產品 真的很棒 然後 就這樣子喔 下次見囉 Bye